我们现在在甘肃的瓜州 这个地方是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 这是我们住的酒店 这里人好少 不过这个酒店比较偏 它不在县城的中间 它在县城边上 叫水泻景观酒店 真的有水呀 今天是我们出门第47田 自驾游的第47田 今天来讲一下我的车吧 我这台车是本田飞渡 16款的本田飞渡 然后手动挡 手动挡 发动机排量是1.5的 这次出来到现在目前为止 开了13000多公里 平均油耗在5点几升 还是比较省油的 我的车为了这次自驾游 有一些改动 我现在就来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挺实用的 总共是330升 几乎可以装一个相当于我后备箱 这么多东西 这是拓乐的 质量也很好 很稳 这个很稳 然后不会说安全性上的这个影响 比较稳 然后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装上以后就车的重心比较高 上面如果说东西装的比较重的话 跑高速的时候会有点不稳 就有点左右那种晃 尤其是遇到风的时候 会更明显一点 其他的还好 实用 非常实用 我的车已经惨不忍睹了 已经非常的脏 出来一个半月就洗过两次车 非常脏 然后我还加装了定速巡航 原厂的定速巡航就是方向盘一起换掉 还有仪表 这个定速巡航的灯是可以用的 跑长途的时候真的是轻松不少 如果没有定速巡航的话 估计要累死 这是一个海拔表 就是因为我本次旅行是要去西藏高海拔地区 所以我要看海拔 其实手机上也有海拔表 但是手机上的海拔表必须要联网 然后才能显示出来 有的地方没有信号 而且我要实时的监测海拔 你手机还得导航 你还得干别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办法像这个一样 放在这随时看一眼它就有 所以说专门买了一个这个海拔表 放在这 这是一个手机支架 批在这里 我只说跟自驾游有关的 自驾游有关的一些改动 跟自驾游无关的我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华为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是一个40瓦的充电器 是一个旗舰版的车充 这个要200块 充电真的非常快 给两个设备同时充的非常快 非常快 有了这个东西出来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缺电 配合上华为的这个充电宝 简直是无敌 就是这个快充给这个充电宝 1万好安充电宝充电 可能我觉得就一个多小时 就能把这个1万好安充满 然后就可以用了 我一般在就是晚上啊 什么时候我都不充电 都是开车的时候插上充一会 然后就满了 然后来讲一下后面吧 这个东西非常实用 这是一个绑在座椅后面的一个收纳袋 这两边可以放两瓶水 这可以放一个纸 抽纸 咱可以塞一些小东西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也不贵就几十块钱 这个杯子是一个加热的一个杯子 这个口接到点烟器上 可以把水加热到最高可以加热到90度 当时买这个想的就是路上 想喝个热水啊什么的 把矿泉水倒进去加热一下 但是其实并不实用 这一路下来没怎么用过 为什么呢 就是不缺开水 高速的服务区都有免费开水 住宾馆了 然后宾馆就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太实用 来看一下后备箱 后备箱也没什么说的 这个得说一下 这是挡太阳的 就是静电贴 贴到玻璃上 这样它自己会吸住 因为我的车没有贴玻璃膜 所以比较晒 然后用这两个东西就可以防晒一下 因为我是不喜欢贴膜 贴膜第一它影响视线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看不清东西 第二就是不贴玻璃膜显得车新 尤其是把车洗干净的时候 车里面收拾特别整齐的时候 可以显得车特别新 跟新车一样 但是我车现在太乱了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在外面随时想洗手的时候 如果大家看了前面我的视频的话 应该注意到这个东西了 小孩玩玩沙子呀 或者怎么样 没有地方洗手的时候 这个拿出来就可以洗个手 这样放着 然后这龙头拧开 然后就可以洗 然后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收纳袋 就里面放的全都是我们的衣服 两个很大 我们带了两个大的 然后两个小的 现在小的在这 小的没有用 东西够装了 就没有用它 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行李箱 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不用行李箱 大家发现我的车上没有一个行李箱 全都是这种收纳袋 这个收纳袋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挤压 这是两个 你可以把它想放在车的任何的位置 你看我现在就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关门的时候也不怕碰着呀什么的 呃我之前是把这两个袋子是放在上面的 行李箱里的 盖不严的话往下压 就是它可以压嘛 它可以塞这样 可以尽可能的利用一下空间 如果说你要用行李箱的话 你两个行李箱落在这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门也关不上 还会把你的内饰给你碰坏 而且这个袋子也不贵 几十块钱一个 回去以后还可以在家当个收纳袋用 因为我们自驾游嘛用行李箱 可能实用性不大 就是住酒店都是这样开到门口 这个东西也不是经常要拿的 就装一些衣服 你要拿的话就就踢走 直接就踢到房间去就行 出来的时候再踢到车上 没必要用个行李箱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车窗户的纱窗 就是这样套着 之前的视频里也有演示过怎么用的 那我现在套好了大概就是这样 把玻璃降下去这就是一个防蚊虫 有的时候要在车里休息一下 尤其是我们到海南那边天气又热 玻璃摇下来 然后蚊虫又多 这个东西也是几十块钱 这也是吸取了我上一次自驾游的经验才买的 我上一次在服务区睡觉 被蚊子冰的特别惨 所以这次就专门买了这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行李箱 顶上看看装多少东西 现在疼乱 刚出门的时候收拾的还很整齐 现在已经懒得弄了 所有的东西往里一堆 这两个睡袋 好我现在上楼搬东西 我们准备走吧 今天晚上就能到家 这个酒店还可以 挺好的水汽景观 真的有景观 何景 感觉甘肃这边 跟我们新疆差不多 也挺荒凉的 收拾完了吗 收拾完我们走吧 看这个 这是一个小点袋子 的 是 是 。 好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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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